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屋顶的材料 它有三种 一种是比较粗的 然后这个是比较细 但是它特别的硬 就是这个 特别的硬 然后这个呢 是最细的材料 他们修理这个屋顶的时候 就是会用那三种的 先用最软的铺两三层之后 再用比较粗的硬的 来稳定整个结构 然后中间呢 还会有一根竹 贯穿整个屋顶 就可以使它整个稳固一点 特别的叠实 然后把刀先放在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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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呢 我们体验了 怎么去修剪 这个以前的 日本的房屋 的屋顶 可以想象到 他们要花了多少时间 才可以收集到 那么多的 这些原材料 然后要修剪 把它修剪的 非常的平整 好可怕 哇~~ 然後我們現在面前的這個屋子呢 它是另外一種屋頂的蓋法 它上面是用山樹的樹皮來蓋的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他們的照片 就是說 屋頂變舊了之後呢 也是會把那個山樹的樹皮先移 然後再鋪上新的樹皮 就像現在這樣的狀態 之後在上面會再蓋上一些屋網 就完成了整個修理的過程 再鋪上去 這個地方是一種的 作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